大家好,我是任忠道,又见面了 今天是12月25号,圣诞节 咱们不过阳节,但是也硬点解 祝大家平安快乐 大家很看到这视频就有点不一样了 我打了一个Logo,叫天君正经 这也是我们的又一个合作方 可能看着不是很清楚,调清楚一点 天君正经是一个独立智库,才兴起的 之前他们也找过我,但是我在考虑 因为他们团队没有美女,这个不重要 重要的是一群中年男人中 还是我最帅,我知道我很丑,但是我很温柔 所以考虑来考虑去,还是进行合作 毕竟他们背景,知识,还有各方面了解的情况 也是比较丰富的 所以开始打上这样的Logo 好,那么今天我们讲一讲P2P P2P呢,也就是在中国是网贷 他这个来源呢,是怎么回事呢 他是2006年,有这个唐宁,然后带到中国的 我跟唐宁见过几次面 他呢,原来是跟这个国际上一个金融学家吧 然后主要在孟加拉,他们那个帮助贫穷的妇女 就是获得小额的贷款 主要是像一些种植养植这方面 然后唐宁就copy了这段模式呢,到了中国 刚开始呢,提出的口号呢,就是 穷人有信用,就是这个信用有价值 后来呢,有一些这个咱们中国人呢 这个心里头可能接受不了 说谁穷人呢,都不爱听 于是呢,这口号就改成了人人有信用,信用有价值 那他也是有点背景的啦 只是比较知道,早一些了解了这个情况 得到了信息 然后他就把他的P2P的业务拆分出去 并且转型,转型成了这种所谓财户管理吧 就是有信托,有限合伙,保险等等 那么这个P2P网贷呢,这个水呢,确实挺深的 之前呢,中央提出这个要金融创新 那就是很多的这种秀探到了这种金钱的味道吧 比如说呢,有几个郭二代 他们呢,就控制了一百多个家和公司 然后呢,其实这种成立起来也很很简单 几万块钱,建立起来做一个网站 做一个手机的APP 之后呢,就可以上前运营了 那么,按照这种运营的方式呢 他们怎么玩呢,我也可以解释一下 举个例子,就是说如果呢,告诉投资者 第一个月,你投资的一百块钱可以变成两百块钱 这就是投资回报率是百分之百 那么,第一个月,咱们这个社局这个骗局的人 从两个投资者手里各收取一百 那第二个月呢,要给第一成的两个投资者付出回报 那就需要四名新的投资者补充骗局 这样就形成第二成 第三个月呢,就需要八名新的投资者 为第一成和第二成的投资者付出回报 那以此类推,到第十八成的时候 那就需要是二十六万多 二十六万新的投资者去补充骗局 如果资金补充不了,这个骗局随时就崩溃了 就是说二的十八四方,你可以算一下 那十八成呢,就是十八个月,一年半 一般情况下,这个骗局的投资回报率呢 都会低于百分之百 一般是百分之二十啊,或者十五啊,或者这样 正为了就是说,它这个获得的利益呢,会更高 这个骗局的时间呢,会维持更长 那他们这个超约一百多家公司呢,是怎么玩呢? 就是说,也是贸易淘汰 不行的话呢,就给淘汰掉 然后把自己就往更大的这个资金池 去转移,转移过去 那么转移呢,最后呢,都形成了多少啊? 都是上百亿规模的,这样的 你看它投资了才多少钱,所以获得了这么多 看啊,那现在的P2P的一个情况就是 十二十三号,河北 发了三个公告 就是全省内的P2P平台,全部要取缔封杀 在写之前呢,也有湖南,山东,重庆,四川 等这些地方呢,把它那个省份那个 全部都关闭掉 以后会有越来越多的省份呢,去这么做 这个其中呢,产生了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 也就是说它的投资者,也就是受害人嘛 是学本乌龟的 这里面也有一个腐败的情况 就是中纪委呢,也关注到了 那中央纪委国家监察委那网站 十二十号发布了一个公告 就是这公告呢,如果仔细看 就发现了情况 就是说,他首次提到 金融官员除了收货贿赂 还利用职务质变 在清理P2P网贷方面 非法极致案件查办当中 利用特权挽回损失 让和自己有利益关联的这些方面 先抽签而出 就是跑了 最后呢,是谁啊? 是一次大规模的财富收购计划 这其实就是这么一个回事 那为什么呢? 刚才说了这个庞氏骗鱼 对于怎么做他的情况 所以呢,这两年呢 就是他的暴雷的事件非常多 而且呢,他的范围也特别广 产生上百万的这种受害者 那大家提到了为什么学本不归呢? 咱们就用证据来说话 首先看一看 中国的刑法 注释本 就是每一个法条 详细的解释 我觉得呢 需要我们呢,多学习 当时呢 当时呢,毛泽东说 三天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 结果呢,刘少奇 最后死的时候叫卢伟黄 头发胡子二指长 也没人管 当然这是党内的斗争啊 咱就不说这个事 说这个意思呢,就是要 学好书 就是读好书 不要死读书 在中国呀 这个生的计划 死的随机 那怎么办? 什么叫生的计划? 十几亿人都是受到了计划生育的影响 死的随机呢 就是天塌地陷 很快就容易死亡掉 今天看央视新闻 说这广西南宁 有地面又塌陷了 有四个人嘛 前两天 广州地铁 施工现场也塌陷了 人掉里面去了 这就叫死的随机 在咱们中国社会 生活不容易 一定要 关键两点 一个想办法活得久一点 活得比别人时间长 就有希望 那么我们呢 另一点呢 就是说 多读书 多学习 长知识 刑法里面呢 主要呢 看这里面呢 很详细的 都写了 这是一套书 这是法律出版社的 还有民法商法 主要呢 涉及两个罪名 第176条 非法就是吸收公众存款罪 那还有192条是集资诈骗罪 它区别是什么呢 看啊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是指行为人 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 在社会上 以存款的形式 公开吸收资金的行为 那么它的分成主体和客体 一种呢 是具有这个资格的 就是金融机构银行方面的 这个呢 是受到商业银行法的 这个相应的规定和处罚 另一种呢 是不具有这个 吸收存款的资格的人 他们呢 这个主体的 出具相应的 这样的凭据 然后承诺在一定时期内 还本付息 这样的一个行为 那么再看一下 集资诈骗罪 它俩的区别是什么 区别在于 第一个 就是犯罪的目的不同 用诈骗的方法 非法集资 它的目的就是 要占有所目的的资金 刚才那种呢 就是说很可能 一个公司 它的资金做到有问题 它用这种方式呢 去获得一些资金 然后呢 去这个 到时候呢 还能还给人家的钱 但是这种呢 是完全就是骗了 就刚才提到的骗局 第二个呢 就是犯罪的行为不同 还有的 侵犯的课题不同 这个就是定义 定义就是说 在刑法当中都有规定 就是你要告告吧 就用法律来说 为什么取得无畏 继续往下看 就是说它P2P 从投资人拿到的钱 并没有进入到借口人那里 而是采取自容的行为 把这钱呢 甚至用于挥霍 用于投资房地产股市的 这个钱呢 就基本上就是没有了 那甚至捐款跑路的很多 官方规定啊 在警方侦办法院受理非法 这个集资案件过程中 地方政府只负责组织协调工作 而不能采取财政拨款的方式 弥补非法机制造成的损失 参与者的利益不受法律保护 听懂了吗 这是规定啊 经法院执行者 集资者 P2P网贷平台 仍不能清退集资款的 应由参与人自行承担损失 而不能要求有关不能在场 我们再看看国务院令 发布的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 活动取缔方法 第十八条写的 因参与非法金融业务活动 受到损失的 由参与者自行承担 第十九条 非法金融活动所形成的债务和风险 不得转嫁 给没有参与这个活动的银行 或者其他金融机构 以及其他任何单位 任何单位 第二十条规定 债权债务清理清退后 有剩余非法财务的 予以没收 就地上缴中央金库 也就是他钱招拿回来有一些 他直接上缴 还有一个也是国务院发布的 触制非法集中 叫什么非法集资条例 规定 非法集资参与人应当自行承担 因参与非法集资受到的损失 而且专门注释清楚了 本条例所称非法集资参与人 是指非非法集资投入资金的单位和个人 也无论是你这个投进去的是机构 还是个人 还是什么单位公司 都是参与了非法活动 是学本无归的 也就是说呢 一旦这个P2P网贷平台被认定为是非法集资 你可以看上警方看 也可以上中国什么法院文书网 这个是一个官方的政府网站 百分之九十五吧 不说百分之百 百分之九十五都是定性为非法集资 只要定性为非法集资 基本上投资人就不要有什么希望了 当然抱的希望很好的 也许能拿回一点自己的投资的本金 所以呢 这就是所有的官方的规定 无论是刑法也好 无论是国务院令 还有是什么的这种条例 都是怎样 中国的金融这个危机死啊 就是现代的 总是危机管制 然后金融这个意志 放松管制 然后又开始创新 然后有新的危机出现 它总是这样的路径发展 那么 为什么现在开始以全省这样的 这种规模取地呢 如果大家呢 有这个观察过这个农业种地 这个农民呢 这个不想种那个地了 要怎么做啊 把地翻了 把以前农住的根都给刨出来 毁掉 然后呢再想一想 去种什么新的东西 我就只能说到这儿啊 大家如果要明白的话 就应该知道是怎么回事 待到春暖花开的时候 就会有新的东西出现了 所以呢 这个P2P网贷呢 是产生了非常大的这种危害性 主要呢 参与者 都是有很多的关系和背景的 最难的还是老百姓 他们呢 有的是借来的钱 有自己的积蓄 甚至有的这个卖房子 把股票卖掉 拿到的钱去投资 确实比较可怜 好 那我们今天就先说到这儿 以后呢 我们还有更多的需要进行解读 希望大家关注 评论转发订阅等等吧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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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